国家统计局14号公布了今年全国夏粮产量数据 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4582万吨 折合2916亿斤 比去年增长2.1% 今年夏粮播种面积出现恢复性增长 单产稳步提高 夏粮洗货丰收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实现恢复性增长 比2020年增加了398.2万亩 增长1.0% 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势头 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34367万亩 比去年增长0.9% 夏粮单产水平也在稳步提高 2021年全国夏粮单产达到每亩367.7公斤 比2020年增长1.1% 连续三年增长 其中小麦单产每亩390.9公斤 增长1.1% 2021年夏粮丰收 为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十四五开好局 骑好步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给大家看